同位素 什麼是同位素呢 把它寫上去 同位素就是 子子素一樣 但中子素不一樣的原子 就稱為同位素 就記下來 好不好 那它什麼特性呢 就是說 它們的化學性質幾乎都會一樣 但是什麼東西不一樣 中子素不一樣 它講幾乎都一樣 當然還是有一些例外 比如像我剛舉那個例子有沒有 比如說我說 鑽石 鑽石跟這個 石墨 就是這個標準的例子 對不對 它們的那個什麼 這個 子子素是一樣的 但它們中子的數目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OK 好 那這個你知道就可以了 好 再看這個地方要記下來就是 那現在我們對大鵝圖原子說話 做一些修正 第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是錯的 就是 它說 大鵝圖原子怎麼說 它說原子是 一切物質是由原子所組成的 不能再分割 可是是上層性 其實是可以對不對 好 少數呢 是以什麼東西存在 少數的話是以這個化合物存在 我寫錯了 化合物存在 多數是以化合物存在 少數是以原子中外存在的 那麼原子可以分割成其他的例子 分割成什麼東西 直子 中子 還有 電子 OK 好 再下一個呢 它這個量也是錯的 它說 相同的元素的原子呢 它的質量跟淡的都會相同 可是事實上不一定 有可能是什麼東西 同位數嘛 因為同種元素 可能不同的質量 原因是因為有同位 同位素存在的關係 就剛才講的 我說 有一些東西可能是指指數一樣 但是中指數呢 是不一定一樣的 像是碳就是了 這樣會啦 OK 好 這個點把記下來 拜拜